是由中国选手张宁对阵法国选手皮红叶 那么在此之前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呢 张宁是淘汰了韩国选手何锦根 在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之后 是淘汰了阿雷西亚选手王妙珠 而皮红叶呢是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 淘汰了德国选手赫雷纳 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淘汰了中国香港的王城 进入到了半决赛 这两名选手将会争夺进入到决赛的一张门票 而在上半区 两名中国选手争夺另外一张进入到决赛的门票 是由谢信芳对阵朱林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半决赛 张宁是辽宁沈阳人 1975年5月19号出生 身高1米75体重64公斤 也是代表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了很多的荣誉 张宁右手握拍 从1994年开始就代表中国队出战游博杯 可以说也是大器晚成 03年的时候 他在世锦赛上夺得了自己首个世界冠军 2006年也是游博杯的冠军成员 世锦赛女单的亚军 多哈亚运会的女团冠军 而皮鸿雁呢是 祖籍呢是在重庆 现在是加入到了法国国籍 是1979年1月15号身高1米64 练习羽毛球的时间也非常长了 8岁开始练习羽毛球 最后就进入到了国家队集训 入选曾经选的是国家二队 在2006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上呢 是在女单的比赛当中 以两局同样是22比20的相同比分 战胜了荷兰的种子选手张海利 现在从世界语团的 国际语团的最新的排名情况来看 张宁是排在谢信芳之后位列第二 而皮鸿雁呢是排在了第八位 好球 尝网 3 4 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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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3 5 5 3 5 3 4 3 5 5 3 3 4 4 2 5 3 4 2 5 6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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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打不上主力的情况之下也是 到了其他的国家代表其他的国家来处战国际羽毛球的这种大球赛事 海外军团 海外军团 像乒乓球也有这样一批海外军团的球赛 乒乓球要少 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像 今天大家现在看到的提红叶 包括像张海逆 虚怀文 虚怀文 嗯 8 3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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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宏叶能在 法国那样的训练环境下 保住这个水准 也很不容易 say 肯berg TI ーベーテ I 我们国内的训练体制 通常叫举国体制 举国上下一期努力 从专业队到业余体校 到了2007年的时候 还是有一件 在中国国内的 比较轰动的事情 像周密加盟中国香港 这一件事情呢 也是引起了一阵轰动 接着 好 頭頂下斜一下 下嗎 10 6 10 4 1 9 4 11-6 Interval 十一比六 进入打暂停 现在是皮鸿燕领先 今天比赛一开始 张宁也是显得有些慢 张宁年纪大 在此之前的比赛当中 张宁也都是2比0战胜的对手 还从来没有打过三局 打满过三局 2比0淘汰了瑞士的萨拉 2比0淘汰了韩国的何景银 2比0淘汰了马来西亚的黄妙珠 7比11 4比11 3比11 7比今天 2 5 力图速战速决 拖到第三局来说对他 体力上是有比较来的影响 毕竟今年已经32岁了 三弟加油 9-11 10-11 10-11 10-11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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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这是一个高质量的会球 14-11 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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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 is over 12 14 13 14 可以 应该可以获胜 就看张宁她自己的发挥能打出什么样的表现 主要还在于她自己 就这么说吧 15 13 16 14 14 15 14 14 1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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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 16-14 十五公斤 十五公斤 18-14 比红眼发球 好球 刹中步 15比10磅 测身测不过来 16,18 11,19 17,18 这段时间张宁是连续的追分 17比18 张宁发球 12,19 非常可惜出了编辑 19,17 18,19 18,19 张宁发球出界 张宁发球出界 10,20 15,18 18,19 晓得 第一局 拿下了第一局 从去年06年 比毛球赛制改变了 曾经有一个观点 就认为现在这种 五运动员点开公司 因为打这个单向 他和男运动员同样打21分 在15分赛制的时候 女运动员是打11分 打的总分值是少几分的 按一般的常理推断那样 能体力消耗少一点 能轻快一点 有区别 一直有区别 按项目的这个 冷 能说冷热吧 关注程度 可看那个 可看性 大家喜欢看的可能是 奖金高一些 那从男单和就是同一项赛事上来说 你比如说这个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那男单的冠军奖金和女单的冠军奖金 是一样 目前我手边上没这个资料 可以查一下 本次200青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的总奖金额是20万美元 比去年增加了不少 去年大概是11万 12万好像 由于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他是一个二级赛事 国际二级赛事 他 叫二级还是叫几星级吧 现在一般是 哦 这样的是吧 应该是国际二级赛事 所以他的这个奖金额呢 相对来说会是 稍稍的少一些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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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一开始张宁一开始加力了 他决之后4比1里切 你看很多的运动员的他们一个膝盖 都带着厚厚的呼吸 尤其也可见羽毛球运动员的膝盖的伤病还是比较普遍的 对 老沈最简单的最最轻的也是老沈 同学好 女单教练 2 5 5 3 5 6 9 7 往前小车出现了15 6比3 张经理线 7比3 7比4 6 5 7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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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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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8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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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6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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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6 6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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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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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9 10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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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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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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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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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感觉有些疲劳 尽管刚才说了21分之 有人说来对女运动员不公平 但是这21分之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便于电视的实况动作 时间好控制 原来那个赛制经常是无限制的妥偷很常使用 这是国际女联为了推广那个羽毛球运动 设计了很多方案采取了很多措施 这是其中之一 11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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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分之一 caught 1分之一 12分之一些 10分之一 3分之1 1分之一 4分之一 2分之一 人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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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有几个点 挑后场 往前的小球 13比12 这样的话张宁是反超了一分 这一局对于张宁来说很关键 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是先输一局 18比21 13比 18比 13比 你觉得当年现在节奏有点放慢 还是在拼 对 14 13 刹斜线 求出界 好 双方又战成了十四 这是十五比十三 张宁还落后了两分 都很累 这个二十一分制对女选手来说确实有影响 多打好多分 十四比十五 十四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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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 三十一 四十一 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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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心里边也觉得 一是疲惫 二呢确实也有些急躁 这个皮红线技术也是比较纯的 纯的皮红线感 但是由于他的身高 身材受限制1米64 他的照顾的面积相对来说就小一些 只能是靠灵活的脚步来弥补他的身高不足 对 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呢就会耗费更多的质量 好球 17 16 其实这个网上项目 在很多的这个比赛当中 很多的项目当中 身高的劣势也都表现得很明晴 你必须要用自己的脚步来弥补 像羽毛球是这样子的 网球更是表现得更被突出一些 像之前的 华裔的网球运动员 很有名的张德培 这一条文化的例子 他在西方人里面算的话 是属于素材还小 是 所以他也是给人的感觉 就是在网球场上不断的奔跑 利用这种不惜体力的奔跑 来弥补自己的身高不足的这个缺陷 乒乓球的邓小平也是一个例子 那这主要是因为这个乒乓球 相对来说他这个面积要小一些 但是邓小平真是一个 怎么说算是一个乒乓球的天才也好 现在我们说是乒乓球天才也好 但是他还是通过自己的汗水 复出 复出 获得了成绩 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那球又出界了 双方又站成了18平 你看张宁的这个表情啊 一旦 我总觉得啊 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项目 一旦是运动员在场上 不会笑着打球了 面部表情很痛苦 若有所思 一直在低头 闷头在打球 可是这时候这个运动员获得的 性格不会很大 像刚才他这个舞头这样的动作 就是他内心活动一个下意识的表现 对啊 我觉得现在张宁的心里边可能也是相对来说 这些人是很急躁疲劳 现在感觉他是一直在坚持 对 他用他这些老到的经验和他这些手法来弥补他 球出界 总想打击高低 在这几个点上调动平衡叶 但是由于体力可能有些透支 所以这导致呢 技术动作呢 也把握的不是那么很到位 像这样高质量的球可能就打不出来了 的 好 看这一条是看初纪 这个球 这时候我们就想到鹰眼了 应该捕捉一下球落地之后的落点 他还是有板有眼的在打到自己的战术 调动张宁 一比二十 这样的话鹰宏燕就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张宁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失误太多了 21平 很累 双方都很累 看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三个 一比三 我要看张宁能抓住这个机会 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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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严峻的抗议 非常严峻的抗议 如果想法多就坏了 好球 好几两个棒了 22-21 张宁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随着季宏雁的这一局回球下网 张宁23-21 获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双方在前两局战成了1比1平 进入到决胜局的教练 到底是老姜 确实现在已经是体力方面 双方都已经到达了一种透支的场合 都很内疚了 不断地在擦拭着汗水 不断地在补充着这些 大口的传着气 不断地在补充着 不断地在补充着 在补充着的尽量 可能有更多的速度 更多的安全 但是不然是好 她很累 很累 第1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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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局 第1局 第1局 不敌张宁 第2局比赛里面 张宁的失误呢 是非常非常多 我们看第3局 把张宁能不能 把自己这种感觉啊 状态啊 迅速的调整好 到了第3局 两个人的体能方面 应该也是消耗了不少 嗯 张宁先拿到了第3局的第1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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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 2 3 1 1 都是在防守当中的注意打过点 注意调动张宁消耗张宁的力量 而且他的球非常到位 他主动的失误还是比较少的 他可能估计到了今天这场比赛 是一个拉锯战 所以还注意自己整个体力的 在比赛里面的分配 这里前面两分又是属于张宁自己的一个失误 现在平文言打张宁的战术 基本上就是属于他的攻转防 高个子对攻转防 攻转防这一方面是比较差的 先压底线然后保持下压 一个后弹一个往前 有一个这样子的结合 选中了 二,四 二,四 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两个都没有很好的方法去组织球路 看 看平方圆的步法非常大 这个球赵宁又发现 准备球落地了 赵宁感觉到这个球是在线内 始终有点准备不够的 但是 真的是不在状态 也有投入哈 如果以皮鸿燕现在的这种比赛的实力 当年如果在状态好的时候 2比0取得比赛的胜利是完全应该的 而且有可能 那今天你看 平方圆真正靠主动进攻得分 那么打到现在为止 加在一起可能都不够10分 大部分都是最受重分 大部分都是最受重分 非常犹豫 四线有点可能是打了这么长的时间 也有点走神了 实际上这个球应该是个界外球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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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6,7 5,6 6,6 6,7 6,7 6,8 6,8 整个他整个动作现在是有点放慢 又是失误 发力掉 步伐上不是很紧凑 另外在这个下手球上 有机会发力的时候 这手上动作的节奏好像也不是够 也不够也不够快 这手上动作 7、8 双方的体力都开始有些下降 往前的一些球的处理上 大家的失误都有了 本来在前两局的皮红艳 那这种往前球的失误不多 这局的往前球 它已经是有了三个失误了 多拍的消耗很大 所以他在前两局的战术是很对头的 不主动发力进攻 更多的是打落点 14个体力能够在体力比赛里面 能够平均分配 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受影响 现在也连续出现了一个失误 前两拍把刀宁钉在底线上 已经很 效果很好了 这个斜线的披萨实际上也是体力的下降吧 对控制不住 每当确实是比较 再会直线 你看在第一局 他的头顶球打得很漂亮 现在体力下降 这个头顶球处理上就出现失误了 让您比分反超了 实必把 正手的底线 就像你刚才介绍的这样 这种打到第三局的时候 那么以我们的训练强度 应该上阴最后还是战上风 平时训练的积累和训练强度 我们是整体都很强 所以那个训练水平质量很高 他多拍能力就达到了 但以平时他在法国这个技术 他的对手可能不够 对 他相对达到的强度 也是多拍的强度 也是没有那么多的 这个球是个接内球 这种打到的强度 20 seconds, 20 seconds, thank you, thank you. 20 seconds, thank you. 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20 seconds, thank you. 20 seconds, thank you. 20 seconds, thank you. 张宁的体力消耗也很大 李宫言刚才正手的直线中杀 对张宁现在年龄也应该是三十二三岁了 因为他保持现在状态已经算是很不错 相当不容易 对张宁的体力消耗 对张宁的局面 对张宁的局面 对张宁的厕所 习宏叶现在开始开始发力了 前两期都没有这样在后场主动的这种重三 现在重后场的斜线 因为他知道现在已经很好的结果样了 对不能把比分拉开 如果继续的这种保留体力 相持 2比13 而且他这个正手的直线 打张宁那个白手 效果还不错 连续的拿了三分了 张宁现在还没有加水出来 凶狠的进攻 今天还没有见到 所以拉开为主 先持多拍 对角 这个直线面 确实是打得既有耐心 而且有荣有毛 一直都在找 最难的落点区 而且机会不好 他绝对轻易不下手 继续跟你周旋 跟你打这个四方球 对 等到真正有机会 可以下下手 能够打分的时候 然后在后场 突然间中后 打一个斜线 皮虹燕 就打得很聪明 2001年广州九运会 他代表四川队 在争夺 同牌的时候 胜了名将 龚瑞纳 为四川代表团 赢得了一名同牌 九运会以后 才去法国 这法就是失误 今天确实是 张宁在这一点上 一直没有得到 很好的解决 你看他今天的主要的失误 就是在正手的扣杀 然后反手的这个防守球上 对 包括往前的一些调球 另外 15比13 对角 这杀中路的 平面线杀球还要更凶一点 嗯 40 15 好的 这两个球的速度就出来了 而且落点也比较开 15比15 现在皮红彦的高球是带一点进攻性的 平高球 现在皮红彦的关键是皮红彦 你看他现在注意到这一点了 就是刚才前两个球张宁打他的头顶球之后 他回球质量不高 才给了张宁有一个斜线批杀的机会 接下来你看他在头顶球上 他就加强攻击性了 但很可惜这次批杀出现 张宁16比15领先一分 这两个球应该给张宁增添了一点信心 追到15平以后就有信心了 对 这是前面一部很奏效的 这个皮红彦正手的打直线的 张宁最近这几个球也都能够回过去了 并没有出现失误 16平 大家的比分咬得很紧了 哎呀 又是失误了 张宁今天这种球失误的似乎实在是太多了 手上的感觉不够 你看这个机会都出来了 实际上 对 啊 跳后场往前再跳后场 是吧 还是一个披对角 但是现在平行已经注意了 对 接完 这个目的也很好 把你正手打了一个直线把它调到右边 然后突然间一个斜线 但可惜今天张宁的这种感觉 手上的感觉实在是不太好啊 这个失误太多了 18平16 形势对于皮红彦来讲非常有利啊 第一拍 早就该攻中路了 对 这时候也是刚才先是试坦地打了一下他头顶 但是他这一次的步伐可能是体力的原因吧 步伐没有调整过来 速度不够 这个头顶球处理的不是很好 给了张宁机会了 你看他第一局 他的头顶球的回击的质量就很高 全部能回到底线 往前这几个处理还是比较速度 19比17 这个应该直接拿上去 1917 19比17 打成1比1 这个第三局 这个第三局 比分张宁还落后1分18比19 小球 小球还是准备请攻 小球还是准备请攻 平安现在也开始加速度了 直线 对 很好这个 这机会 19平安 现在皮红彦呢 尽管他很注意 这个平均的分配体力的使用 但是到这个时候 皮红彦呢 平常训练的那个 那个那个东西出来了 皮红彦的体力下降了 比张宁要 更多一些 你看像刚才这个后场球 他已经 脚步上已经到不了位了 上平的现在能力其实 也才刚刚体现的感觉 整个速度 我出时才跑起来 飞脚 又有机会了 千万注意手上的空子 这个是红彦 这个是红彦的 对 带兴 他的位置已经比较好了 然后他调整的特级 提心把他比较好 20比19 前往前 红彦加强的进攻 这个球 还有机会 哎呀 这个球皮红彦 其实这个体力 不差的一个球啊 想 想取个巧 对 想取个巧 没有取成 跟那个第一局 刚赢的一次 形式一样 那球快落地了 才发现 现在赶快再露 露不住了 20比20 第二局双方就打成了 20平 21平 然后 上进23比21 拿下第二局 第三局又打成了20平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有点 非常不规范 感觉那种 啊 有点假动作 哎 假动作 对 感觉要想把球推出去 没有过往啊 没有过往 没有过往 21平 这个 皮红彦呢 在这个 第二局比赛里边呢 也是 有胜赛点 胜局点 没有把握住 刚刚 决胜局 同样有一个胜局点 也是没有能够把握住 关键的时候 看谁敢打 嗯 现在心理素质更好吧 对 22比21 看张宁现在有了一个胜赛点 好的 前往前 工作路 全力以赴了 平原的能力确实 进步不少 嗯 他的球也非常到位 漂亮 625 很好 好距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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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能够 踏到一次 绝合的机会 他在前面 做了多排的铺垫呢 这应该是 中国都没有想到的 嗯 这球实在是 打得太差了 而且落点 非常精准 大家都已经 体力消耗 都很大了 这个时候就一个是拼犀利素质 一个就是 拼那个 异力 对 看你能不能有那个 所有的那个力气 去把这个球给咬住了 盯住这个球 所有的东西都顾不上 嗯 就只能盯住这个球 再发小 哦 也要发小球 谢谢外 3015 这样让这个 皮虹叶又有了一个 上赛比 他这个教练也开始激动 23比22 前面是 22比21的时候 没有把握住一个上赛点 这样这个 还是随意 嗯 你能回球 皮虹叶 24比22 24比22 拿下了决胜局 作为 奇怪是重庆的皮虹叶 03年才开始 代表法国队参加 国际场的 舞蹈球比赛 那么在今天的白决赛当中 他的表现 非常的出色 而且 在赛前的赛事 准备啊 心理准备的出色 他也应该非常生分 嗯 比赛里面的表现 也很完强 终于他已 2比1 恩 肥尔